祝你平安 感谢神 让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 让神的话语成我们心里的力量 今天我们来看影福所书第三章第六节 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 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四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奥秘 最直接的当然就是第六节所说的 外邦人能够与以色列人同为后四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的奥秘 那么在基督耶稣里呢 是这个奥秘的范围 也就是说是因着同在基督耶稣里 所以能够同为后四 或者可以理解在基督耶稣里 是同为后四同为一体的根基 那么借着福音呢 则是指透过认识福音 信福音而能够被联合 包括在承受儿子民分与产业的范围中 所以基督是根基 而福音是使我们能够得着 这样子的恩典的一个管道 同 这个字是联合交通包括在内 也就是得着神儿子民分的关键 是在于基督耶稣 那么在基督里实际的意义就是 我在基督里 并且基督也在我的里面 而得着的方式就是福音 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 透过我们信耶稣是基督 信他在十字架上所留宝血设罪功效 那这具有永恒的效力的赦罪之恩呢 是透过我们的信运行在我们里面的 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领受 神的赦罪之恩 方式很简单 就是你真正的相信 那但是这个相信呢 也需要让我们使这个客观的事实 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 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若不饶恕人的罪 神就不饶恕我们的罪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是我们凭着信心领受神的赦罪之恩 我们知道我们有了 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主观的感受 那透过我们认识 当我们赦免人的罪的时刻 我们就知道原来上帝 他也是像我这样赦免人的罪一样 来赦免我 当我相信神 就是他是涂抹我们的过犯跟罪孽 而我也照样按着圣经给我的教训 我愿意去赦免人的罪 就是不再纪念 看见他的时候 就不再看见他的问题 不是看见他就想起 他过去怎么样子得罪我 他是一个怎么样糟糕的人 而是看他如同一个心造的人 跟他的关系 能够从这样子种种的困难当中 被释放开来 与他的关系中间没有任何的隔阂 当我们得着这样的自由 认识这样我们赦免人的罪 我们就更深的明白神赦免我们的罪是如何 以至于我们对于神的赦罪之恩就能够更有把握 我们如果没有去赦免人的罪 其实神给我们的赦罪之恩对我们而言 他就永远是一个 我愿意相信 我愿意接受 我也愿意这样子去理解 但是我始终没有办法很真实的领受到的一个状态 那一件事情要能够成就 它是需要有客观的事实 以及主观的领受跟感知 也就是说上帝是存在的 这是客观的事实 但对我而言神在不在呢 这就需要我有主观的领受跟感知 那么以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而言 救恩的恩典 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有保写 已经是客观的存在了 那要让这客观存在的事实 成为我主观的感受 关键就在于信 我们是信而受洗 受洗就是一个宣告 我们是信而遵行神的话语 遵行神的话语就是让我能够 信入基督信得基督的过程 我们因信而忍耐在 神所预备的环境当中 我们所得的应许 就是能够与基督同为后四 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 所以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都是承受产业的 这是一个位分 而我们与弟兄姐妹彼此互有关联 这是这个关系 我们是彼此需要 彼此扶持的 也是一起领受应许的 所以神给人的应许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 确实它是给个人的 但是神给个人的应许 却是愿意在身体当中去实践 或者说在身体当中实现 好比有两个不同的年轻人 有一个年轻人 他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决定 都要自己去处理 那这一方面很容易 让他做出错的决定 并且当他的决定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就不容易有 这个支持帮助的系统 因为他自己 把这个系统给推开了 那另外一个年轻人 他愿意与主的教位连结 与牧者连结 他愿意寻求神的心意 愿意接受从而来的劝诫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上去 好像受了比较多的限制 但其实 他在所有的过程中 就有了陪伴 至少就我做牧师的心情来说 当有丁余姐妹愿意来找我们 愿意来听我们的建议 我们为他祷告 那我们给他的建议 他也愿意常常去做 那后面的事情 对我们而言 我们就觉得 我们好像有一份责任 如果他没有好 那我们就要 会更积极的去陪伴他 去帮助他 既然反过来 就如果有丁余姐妹 他所做的决定 通通都是他自己做的 那么我们跟他做的建议呢 他也都不愿意接受 那到后来出了问题 或种种的状况 那我们能够帮助的 其实不论在动机 跟实际的能力上面 就都会受到限制 所以愿意与主的教会连结 你会发现很自然的 就很容易会有今生跟永恒 出于主的祝福 那如果我们越强调自我 也就是强调己 那就会让我们容易断开了 我们与教会的连结 那事实上 当人断开了与教会的连结 不论他认为 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多么的亲密 其实他与神之间的连结 也已经相当程度的 被断开来了 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 神对于属生儿女的 心意或是恩典 更大的部分 其实是连结于 整个身体的里面 虽然我们有的时候 待在身体里面会觉得 有这个不舒服 那个人让我不舒服 这个事情让我不满意 但是这往往正是 上帝美好的旨意 要使我们的生命 能够真正的得着更新 得着祝福 有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真理的奥秘 认识基督的奥秘 祝大家有美好的天 愿主与每位同在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